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對當年的歷史事件有自己內心的看法 所以希望大家記住,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我想問問你,你有沒有看過趙紫陽的回憶錄? 你同不同意他對六四事件的看法? 我認為他那個方面是反映了在他的位置,在他當時的立場裡的思考 我亦希望能夠有朝一日李鵬的關鍵時刻,六四日記也能夠出版 又或者鄧師傅裏面的相對資料也能夠出版 我們所有的東西能夠客觀地監聽就質明,偏聽就質對 我還是信奉這個股份的 那我其實有些問題想回應 讓我問一問劉孟宏先生一個說法 因為你說你去過濟電趙紫陽 其實六四期間前後,你有沒有上過街,有沒有為學生的行動痛哭過呢? 當年我記得五月二十號,五月二十八號,兩次百萬人的遊行,我是有參加的 你現在怎樣看回當時自己的行為呢?有沒有偏聽到呢? 我覺得裡面,我認為當時的行為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六月四號鎮壓之後,那天的一百五十萬人後,遊行你就沒有參加了嗎? 有參加 那剛才你沒有提到六月四號那天 好,有沒有朋友?你想回應嗎? 我想回應剛才紅色三位先生的問題 那他就跟我說,就是 是不是民主一定要穩步向前呢?慢慢,你何時才可以呢? 其實我引用了浸大的一個問卷調查數字 就是本地生和內地生對六四漢法的不同 和一個基本知識測試 他們看了一樣東西出來 原來發覺超過五成人是不知道天安門廣場那時候悼念是悼念哪一位的 另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數字,當年學生也不知道哪一位國家領導人 去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的 如果連這些這麼基本的事實都不懂 那怎樣可以認清楚六四,怎樣可以認清楚歷史 我另外回應一件事就是,將六四事件,六四運動這件事 加入歷史教科書是必須的 可能很多人認為,沒有一個公開的認定,公開的概論 究竟六四是外國學生運動,還是一個風波,還是叛亂,還是怎樣 我們可以將整件事的經過,兩方面的意見,的論調,列入教科書裡面 然後讓學生獨立思考 如果一件事你都分不清楚,是真是假,是發生了什麼 你就說要走去平反 是的,我覺得是完全不恰當的 呂先生,如果你現在身處二十年前的北京 你會不會參加當時的學生遊行 當時我肯定會參加,因為我見到一件事 是爭取一些權益 去要打到愛自己的國家,打到貪污,打到官僚 爭取自由,爭取民主,我一定會參加 當時趙紫陽落到廣場,對著大家說 你們先離開,國家會走去處理 有勸遇到這件事的 那當時不是你說我要打擊貪污,立刻可以改變到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好像等於我說,我現在這一刻我要普選 不是這一刻立刻可以去普選,立刻可以去投票一人一票 難道立刻整個票站出來,立刻公開廣播,是不可能的 都要一段時間走去處理 時間長是不贊成的,我應該盡短,盡快,盡量走去做 好,謝謝,兩位想回應一下 我就去看,即是你說,將那個六四事件 擺入那個中國歷史裡面,作為一個課程之一 我當然同意 我反而就說,現在我們那個學校教育裡面 我們怎樣去正視我們的中國歷史 曾林權先生呢,他在立法會裡面,他拿的教科書呢 這個是一個商品來的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商品呢,他是要建基於什麼 因為教科書要教育審批的 而審批呢,如果你在那個課程那個領域裡面 如果你沒有這個內容裡面,教科書的作者呢 儘管他史息很強,他史實很豐富,他未必寫下去 因為為什麼呢,他怕不審批的 那即是說,如果我們說中國歷史是重要的話 我就很想,即是教育稿,我就很想曾蔭權先生 又甚至乎我們所有的市民 是重視回我們的中國歷史的教育 是,李恩怡 我剛剛就想回應一下劉武雄先生的 那麼他提到說,就支持 將一個六四的歷史是擺入教科書裡面的 那麼我很認同他這一點 那麼他說呢,因為呢,如果不擺入他的話呢 我們就認識不到全面的歷史 那麼現在我就有一個公開的促請 劉武雄先生,你作為一個政協委員 作為我們的人民的代表 你可不可以在人大那裡提案 將這個六四全面的事件 給我們認識,擺入教科書 讓我們中國的人民都了解這個真相呢 劉武雄先生是全國政協委員 他不是人民代表,是大會的代表 劉武雄先生 首先呈清一下,我是全國政協委員 不是全國人民代表,是大會的代表 但是,我有責任,是為這個為民請命 有責任裡面對歷史負責 好啊,麥凱華先生在那裡 我覺得我現在要向前看,我們首先要解決幾個問題 就是要將六四還他歷史的真相,還學運的公道,還死爛者的權利,還人民的言論自由 因為你看到現在來講,大家都二十年前過去,歷史真相似乎是完全不清晰的 劉夢宏先生一天說他自己聽到一些要求真相,要求共識,其實現在大陸有共識的,就是共產黨的共識 定於一尊,一黨專政,他說了是這樣就這樣,昨晚如果大家看過,大陸說法,他沒有嗎?他有共識的 他說黨的共識一致,不會推翻的,但這是不是人民的共識呢?是不是人人相信的真理呢? 如果你不還歷史公道,沒有一個公開的調查,沒有一個法律的程序 能夠成諸法,將一些這樣做錯誤的決定的人追究責任的時候 你怎樣能夠還事實的公道? 大家都看到,我在在亦都說,當時如果你在北京的時候,你會參加這個行動 因為這個是一個反貪污,要求一個講真話的行動 但是他被鎮壓的,或者是導致逃城的 現在我們好像糾成,究竟是逃城還是鎮壓? 沒有人敢說不是鎮壓 對學生手毛穿一點的人進行這個鎮壓是不是合理呢? 那麼多軍隊跑去逃城,是不是一個我們要追究的問題呢? 尤其是有很多的受難者,死難者家屬,他連去悼念他的子侄都沒有什麼權利 為什麼我們整個國家這麼害怕人民,這麼害怕講真理,這麼害怕人民能夠認識到真實的情況呢? 最後就是,這個社會,如果只有一黨專政,人民是沒有了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是沒有了這個公開的論辯,一些歷史事件的真相的情況之下呢 你怎樣期望中國有長遠的發展和政治的開明呢? 麥康華,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剛才言論的身份是用哪個身份講的? 我是城大這裡的先生,我也是支團會的常委 好,麻煩你 加你這裡白色衣服 我想問一問劉夢宏先生 為什麼你可以去拜祭趙紫陽先生呢? 因為你是政協,你是全國政協,省的政協 為什麼你可以擁有權利去拜趙紫陽 而趙紫陽很多親信,很多他的朋友,他的親戚都不可以去拜 為什麼劉夢宏先生你可以拜? 第二次,看來提醒一點 我去拜祭的時候呢,那時候還未做全國政協委員 你明白嗎?我拜祭完之後,然後才做全國政協委員 那你,恭喜你,那你升了級 那我現在將邀請你,就是呢,有一天,下一年,如果你再去拜趙紫陽先生的時間呢 希望你去邀請我們,今天有出席的人,一起跟你去北京,去拜祭趙紫陽先生 因為我也很希望,有一天呢,我可以去拜祭趙紫陽先生 我現在公開請求你呢,你再去拜的時間呢,記得喊一喊我們 或者我們這一班人 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你要接到邀請的話呢,我相信是由趙紫陽的家人去邀請你 因為我呢,不是你的家屬 我沒有這個新朋友去邀請你 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我可以去拜祭趙紫陽先生 我就是在香港,或者在外國,去學運的領袖 他依然在這裡,受苦 受共產黨的監視 可以去拜祭他自己的兒子,也不可以 我自己的兒子還在哪裡 沒有人去告訴他 我希望你們這裡,兩位 去講一句公道的說話 是不是已經過去了 好,謝謝 中國北京政府,有沒有讓這一批人 自治悠悠去討論過去 拜祂自己的兒子和女兒 有沒有自由討論 多謝你 多謝你 謝謝你 有沒有其他朋友想發言 後面有什麼朋友 好 我來講幾句了